其实科比就是再怎么差 历史前十二 一点不低的 那非得说往上拔 也差点 因为科比的荣誉构成很简单 一个MVP 两个老大冠军 前三连毫无疑问 你别中动了他OK组合 当然是OK组合 勇筛铁蓝角 马赛GDP 你这组合的名字 那确实 那都是由你的 你作为核心之意 那问题是不是奥尼尔 当时明确对那老大 毫无疑问 奥尼尔当时如日中天 后两两万十几 科比呢就是老大了 所以他主要的荣誉 是两个大格冠军 再加一个MVP 至于说义震之类的 还是那句话 有MVP你就拿MVP 你要再说谈到义震了 说明啥 科比不是顶级MVP级别选手 这个荣誉体系之内的 你都拿义震说话了 这不光不是一种褒奖 还是一种无情的讽刺 那你说科比整个 正常领军带队 战绩好像说挺差 就一直以来呢 拿MVP的这个机会不赌 也就一年 干了就拿了MVP 其余年跟你 常委车战机没有那么稳 所以科比也呢 比一任没什么 没太大意义 没什么必要性 就是比MVP再加上一个冠军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